大家好,这里是洞见卓越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,也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 在追求健康长寿的道路上,人们不断探索各种方法。 最近,科学家们有了一个新奇的发现,适度饥饿或许藏着长寿的秘密。 据说,人在饥饿状态下,细胞会开启一种神奇的自食鸡翅,就像给自己来了一场深度大扫除。 这真的能让人多活20年吗?今天,咱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有趣发现背后的奥秘。 咱们先了解一下自食的基本原理。 人体细胞力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机制,自食奥咖啡级。 简单来说,它就像是细胞的自我清理大师,或者说是细胞内的回收站。 当细胞面临能量不足,营养匮乏或者氧气不够等困境时, 它就会主动吃掉自身的一部分,以此来维持正常运转并获取所需能量。 自食的过程十分奇妙。 当细胞决定启动自食时,会先派出一种特定的双层膜结构, 就像一个垃圾袋,把细胞内受损的细胞器, 变质的蛋白质以及其他废弃物统统打包起来, 形成一个囊状结构,这就是自食体。 然后,自食体在细胞内部穿梭,找到溶媒体并与之融合。 融媒体可是个厉害角色,它内部含有多种分解媒, 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破碎机, 能把自食体力的东西分解成氨基酸、脂肪酸等基本营养分子。 这些分解后的产物会被细胞重新利用, 有的成为新的能量来源, 有的则参与合成其他重要分子。 通过这个过程,细胞不仅能在困境中获取能量, 还能清理内部的垃圾,让自己保持清爽, 维持内部环境的纯净和稳定, 确保各项功能正常运行。 尤其在细胞面临不良环境时, 自食就像是细胞的应急法宝, 帮助细胞在艰难处境中顽强生存。 那么,饥饿是怎么激活自食的呢? 原来,当身体进入饥饿状态, 细胞能敏锐地察觉到能量和营养不够用了。 这时候,细胞内有个能量监控员, I-MPK-M激活的蛋白积酶就会被激活。 I-MPK就像一个开关, 一旦它感受到能量不足, 就会立刻启动自食机制。 在饥饿的指挥下, 自食开始工作, 细胞会优先处理那些变质的蛋白质, 受到氧化损伤的线粒体等问题分子, 把它们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能量。 同时还能清除细胞内的有害物质, 避免这些物质堆积起来伤害细胞。 而且, 适度的饥饿不仅能让自食启动, 还会让这个清理过程持续更长时间, 让细胞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深度清洁, 焕发出更强的活力。 自食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多积极作用, 就拿抗衰老来说吧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我们的细胞就像一台逐渐老化的机器, 功能慢慢衰退, 受损的物质也越来越多。 细胞的自食能力也会跟着下降, 导致细胞内的废弃物和受损蛋白质越积越多。 这些垃圾会干扰细胞的正常代谢, 让细胞的功能越来越弱。 老化的细胞还更容易受到氧化压力, 炎症等不良因素的刺激, 加速细胞的衰老和损伤。 但当适度饥饿激活自食后, 情况就不一样了。 细胞就像被注入了一股清洁的力量, 能够把那些受损的细胞器和老化蛋白质分解掉, 避免它们在细胞内堆积, 就好像把细胞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, 让细胞内部环境变得更健康, 从而延缓细胞功能的衰退。 研究还发现, 自食对线粒体的健康也至关重要。 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, 可老化的线粒体就像老化的工厂设备, 会产生自由基。 这些自由基会损伤细胞, 加速衰老。 而自食能把老化的线粒体清理掉, 减少自由基的产生, 就像是给细胞的能量工厂进行了一次升级改造, 有助于延缓整个衰老过程。 所以, 饥饿激活的自食真的可以说是一样的, 有效的抗衰老手段。 除了抗衰老, 自食在代谢调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当人处于饥饿状态, 自食被激活。 细胞就像是一个节能小能手, 会把内部储存的能量转化为可用的能量。 这对于维持代谢健康非常关键。 比如说, 它可以分解我们身体里多余的脂肪储备, 让我们的体质含量降低, 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体重。 不仅如此, 自食还能清理肝脏中堆积的脂肪, 预防脂肪肝的发生。 而且, 自食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。 胰岛素可是调节血糖水平的关键小助手。 适度饥饿通过自食让细胞对胰岛素更加敏感, 就像给小助手配上了更高效的工具。 细胞能更好地利用胰岛素来调节血糖, 降低了因胰岛素抵抗引发的代谢疾病风险。 可以说, 适度饥饿激活自食, 就像给我们的身体代谢系统来了一次全面优化, 对我们的代谢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自食在免疫系统中同样功不可没, 在饥饿状态下, 自食会变得更加活跃, 就像给免疫细胞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, 能提高免疫细胞的代谢效率, 让它们在对抗病原体时更加勇猛。 聚氏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力吞噬病原体的主力菌, 自食能帮助聚氏细胞清理掉吞噬病原体后残留的战场垃圾, 让聚氏细胞时刻保持清洁, 增强它的免疫功能。 自食还能把免疫细胞内受损的线粒体, 异常蛋白质等问题分子清理掉, 防止免疫细胞的功能下降。 这样一来, 在饥饿状态下, 免疫细胞力的自食反应增强, 免疫细胞就能时刻保持最佳工作状态, 我们的免疫力也会随之提高, 身体对抗感染和炎症的能力更强了。 自食就像是免疫系统的坚固后盾, 在抵御病原体, 减少炎症反应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, 守护着我们身体的整体免疫健康。 自食对神经系统也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也会慢慢变老, 它们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逐渐减弱, 这就导致大脑力的废弃物。 比如异常蛋白质, 老化的线粒体越来越多, 大大增加了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。 不过, 自食就像是大脑力的青道夫, 能够把神经细胞中的异常蛋白和老化线粒体清理掉, 减少这些物质在大脑力的堆积, 降低神经元的损耗, 像奥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等疾病, 都和大脑力异常蛋白质的堆积密切相关。 而饥饿激活的自食可以分解这些异常蛋白质, 减轻它们对神经细胞的损害, 就像给患病的神经细胞减负, 从而减缓病情的发展。 所以说, 自食的激活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健康撑起了一把保护伞, 帮助延缓与衰老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进程, 让神经细胞能够保持长久的活力。 自食在预防癌症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。 癌细胞的生长就像一群疯狂的侵略者, 对能量的需求特别高。 而自食能通过降解受损的细胞成分, 为细胞提供能量, 维持细胞的代谢平衡。 正常细胞的自食活性就像是细胞的安全卫视, 能够及时清除突变和异常的DNI, 修复基因突变, 从而降低癌细胞形成的风险。 而且,自食还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。 在癌症早期, 自食可以像一个巡逻兵, 即使清理那些可能发展成癌细胞的癌前病变细胞, 把癌细胞扼杀在摇篮里, 适度饥饿激活的自食过程, 对于清理突变, 修复低院一损伤有着积极作用, 就像为身体建立了一道抵御癌变的坚固防线, 有助于降低癌症的发生率。 既然适度饥饿激活自食有这么多好处,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? 其实,通过适当的饮食控制方法, 比如间歇性断食和清断食,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饥饿状态, 激活自食机制。 间歇性断食通常是每天进食16小时, 在剩下的8小时内进食。 清断食则是每周选择1到2天减少热量摄入, 这些方法都比较安全有效, 既能激活自食, 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负担。 不过在清断食期间, 大家要记得保持适量的水分摄入, 选择营养丰富, 容易消化的食物,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, 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 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